看到这个战损的服装,你一定猜对了,今天咱们要说的是,历史上有名的金国英雄,花木兰的故事。 花木兰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,从小被当作男孩子来培养,自小就被父亲带着一起练武,骑马,射箭,武刀,弄棍,练就一身不亚于男儿的硬功夫。 空余时间,还喜欢看父亲的兵书,研究打仗用兵的智慧。 北魏孝文第十期,经过社会经济改革,老百姓们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,但是,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柔然族,不断南下骚扰,为了平息边境动乱,朝廷发出了征兵令,规定每家必须出一名男子上前线打仗。 这下可愁坏了木兰,父亲年事已高,已经没办法再上战场,木兰不忍心父亲去受征战之苦,但是家里没有哥哥,弟弟年纪又还小,这可怎么办呢? 之前想候了半天,木兰最终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,那就是女伴男装代替父亲从居。 父母虽然不舍,但又别无他法,只能一一不舍地送别木兰。 木兰随着队伍到了北方边境,因为担心自己女伴男装的秘密被人发现,一路上都格外地小心翼翼。 白天行军,他紧紧跟着队伍,从不敢掉队,晚上睡觉时,也从来不敢脱衣服。 作战的时候,他总是勇敢地冲杀在最前头,丝毫不扭捏作态。 就这样,征战的日子一晃十二年过去了,木兰屡见战功,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小秘密,都称赞他是勇敢的好男儿。 经过多年的奋战,边境战争终于结束了。 木兰作为有功将士,被皇上亲自召见,要对其论功欣赏。 但是木兰既不想做官,也不想要财物,他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,只想立刻回家,陪伴多年不见的双亲。 父母听说木兰要回来,都非常欢喜,立刻赶到陈瓦去迎接。 弟弟也在家里杀猪宰羊,一位劳卫国立宫的姐姐。 风尘不服回到家,走进了闺房,木兰终于能脱下那身, 裹在身上长达十二年的战袍,换上了女装,梳好发际,对着镜子戴上花朵,恢复了自己原来的样子。 当他一身轻松的出来,向护送他回来的同伴们道谢时,同伴们都惊掉了下巴。 同行十二年,居然不知道木兰居然是这样一位美娇娘。 皇帝也因为他的功劳之大,最终赦免了齐七君之罪。 从那以后,木兰大夫从军击败入侵民族的世界,就这样广泛流传开来。 唐代皇帝后来追封齐威孝烈将军,他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, 因为他让人们看到了什么是忠孝结义,什么叫经国不让须眉。 对不起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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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!